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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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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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發現怪怪的 就是有一點點火藥味要出來了 就是盯著他就對了 司機走他就一直跟著屁股後面走 有機一直跟著他走 所以就出現這個問題 所以司機那個時候就報案了 可是他21秒就 到底是誰搶掉了司機的手機 據了解 應該是他下車的時候就開始報案說 他車子可能被踹 被乘客踹 到底是可能被打 或是已經被打 這個我不知道 因為露營帶掉的出來 那個時候那個當口 後來就發生毆打了 打了以後可能就手機就斷了 或者是 其實他那個手機斷 可能不是 不是打 Makio搶走 而是根本就是有機就已經打了 那個時候Makio跌坐在車子旁邊 你喝醉了 那個時候還能動 只是那個案發 毆打的地點離那個車子大概 大概可能有十幾步 不是在車旁邊打的 是在那個騎樓下面打的 所以有機整個把這個 林司機帶到騎樓下面 不是 那個司機在一直 打電話一直往那邊走 就是往那邊一直看他一直跟嘛 他一直離開車子嘛 一直在報警嘛 一直一直跟著他 後來其中有幾個人去跟他制止 可能都制止不了 因為好像聽說只有Makio叫的動他 鴨子跟湘怡都制止不了他 他們有試圖要去不要打了 不要再打了 這個事情發生這樣子不行 就制止他 後來是因為湘怡發現 這個狀況沒有辦法控制 一個在打架 一個在打架 一個最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兩個女生要做什麼 就趕快 趕快叫心叫技能先走再說 所以湘怡就攔了這位司機的計程車 攔到以後呢 Makio可能那時候有點醒了 就知道那邊發生事情 就叫鴨子說 你趕快叫他回來 趕快叫他回來 叫有技回來 然後鴨子就跑去跟有技講說 是Makio叫你回來 不是我叫你回來 Makio叫你回來 他就聽到Makio叫他 他就趕快走 然後就上車了 就把司機丟在那邊 他就走了 就上了洪先生的車 狀況就是這樣子 我想這個過程應該是很快 非常快 發生過程很快 老師你覺得這個邏輯是不是 邏輯我覺得馬尉師講的 聽起來是很有可能是當時的現場狀況 不過我要強調一點就是說 雖然那個毆打的過程 可能很快就結束了 但是因為你看電視上 就知道有技很壯 他很年輕很壯 他可能兩三下而已 對他可能也許 只有兩三 兩三腳兩三下 但是那個司機 因為50多歲了嘛對不對 所以他已經就倒在地上 你就昏迷了 就這樣子 我要請教洪先生 所以你們如果有人 踹你們車子 說什麼樣的話 你們一定會有那個動作 一定要下車來看一下 然後要弄好說誰賠償 什麼之類的 基本上都會這樣啦 要不然自己的車子受損 那 對 本人的動作 一定要出來 吃飯的傢伙 對 所以你們會覺得 你剛剛聽到馬尉師就講說 那個人一直這樣跟著跟著 會不會覺得 如果你真是那個司機 你會覺得是什麼樣的感受 就像他們講的 會怕 還是會怕有壓迫感 會盡量稍微站遠一點報警這樣啦 所以 所以馬尉師我剛剛還有一點就是 那個時候 報警的時候 你說其實他們是認為是還沒有開打 還沒開打 就是他在報警當中其實是已經就開打了 剛好是可能就掉落的時候已經打下去就沒有辦法繼續講話了 好 那這一段 這一段後來就到洪先生的車子上了 那洪先生的車子上 到底你當時看到他們幾個人 你認不認得他們 我認得 我想說是一般的乘客啊 藍車啊 我車子就 停靠過去 他們上車的時間大概有十幾秒左右 至於說那個日本人從哪邊走過來 我倒是沒清楚啦 比較遠 我只知道應該有停在那邊 大概十幾秒喔 都是各自上車啦 所以他們坐到你車上的座位是什麼樣子 你還記得嗎 因為你都不認得他 那個男神會坐後面的中間 那個日本人坐在哪裡 他還是坐中間 嘿嘿嘿 還是坐你後面的中間 嘿對 然後一上車你不認得他們 不認得 他們是說要去愛美 那個愛美酒店 但一開始 不曉得是講不清楚 還是我沒聽清楚 我又重複問他一次 他就跟我講 前面那個什麼愛美酒店 然後就說 就是韓式愛美酒店 OK 沒問題 所以是誰來講這個目的地 應該是前面跟最右邊的這個乘客 後面的最右邊的乘客 應該是他們兩個講 有囉 最右邊 因為Makeo最後上車嘛 所以他們上了車之後 那彼此之間是有在交談 或者是有在談論說 剛才的事情或怎麼樣嗎 有講一些日文 但是很正常的在聊天那種 不像說很緊張或是怎樣 有沒有很生氣 也沒有 應該是跟一般的乘客跟司機這樣對話 就是要到哪個地方 我跟他講 他就很正常的那種速度就往前走這樣 那他們彼此之間就是在講日文 對 男生也在講話就是 我倒有點忘記 我知道有 應該有兩個女生講的是日文 不會說特別小生這樣 那麼他們有吸安全帶嗎 你有叫他們吸安全帶嗎 我印象中前面有有有 你叫他們吸安全帶 有有 他們都照單 前面的 我印象中前面有吸安全帶 但是後面我就沒回頭去看他們了 但你有講一聲是嗎 說請吸安全帶 對 我這個會提醒 我們押錶以後 會提醒那個乘客要吸安全帶 然後我口頭上還蠻客氣的 就跟他說麻煩你吸一下安全帶 應該這個時間就差不多是綠燈 大概一分鐘的時間就到酒店了 其實車程給人家是蠻短的 所以我們說你沒有感覺到 第一個他們沒有醉得很厲害 而且沒有眼上上是剛才發生了一件 什麼樣的大事 就是那種衝突 對 衝突 我完全都沒注意到 OK 好 我們待會回來在這個過程裡面 然後到了酒店之後 到底又發生什麼事情 我們待會再來弄清楚